来到关于互联网获取更多元化促进发展和增长的专期发展会 我们今天早上的主席是Muhammad Abnam GCFA理事会 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域名管理中心的主任 谢谢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会议 今天早上是关于互联网自卫为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在这个会议上面 我也期望大家在三个问题上畅所预言 第一个是关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WSIS 他现在已经是到2015年 他将会是度过第十个年头 所以说联大呢 也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回顾的迄今为止的工作 以及接下来这个WSIS的十年的工作应该怎么去做 而且呢2015年也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十年回顾期 也就是MDG的回顾期 因为有这两者的一个融合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WSIS的这个十年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这个十年该怎么样去这个走呢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听取大家的一些评论和问题 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一些切实的案例 所以这个技术是如何用来加强这个获取和多样性的这个问题 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第一部分的主持人 Yanis Cochlin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信和信息的副总干事 有请Yanis 谢谢 非常感谢 如果Samin Rush先生在座的话呢 请您这里来 我想请您坐在我旁边 先看看在不在 我是Marcus 我是负责这个筹备流程的 我想介绍大家今天是联合国日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 如果有人对IGF和CSTD等等不太熟悉的话呢 我来介绍一下 当我们继续这个IGF的使命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建立 是这个科技发展方面的一个委员会 他们提出了一些IGF改进的建议 他们提出来就是每一个研讨会应该也讨论两到三个政策问题 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 并且呢 也是要求公众的一些这个意见 关于在这个IGF的网站上面 接受了一些这个反馈 这个呢也投在这个屏幕上面 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回答这些问题 只是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并且也能够做出自己的问题 此外呢 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这个日程呢 其实是我们不是一个最后的日程 因为本周呢 其实我们明天我们的会议呢 也是决定来讨论一些新兴的问题 本来是90分钟的一个会 现在是三小时的会 特别是关于这个政府的这个监控方面 所以说我们这是宣布明天这个主要的大会 会这个讲一个监控的问题 好 那再请Yannis来 好 谢谢Marcus 那在这个联合国日呢 我要表示这个庆祝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千年发展目标啊 WFIS的目标啊 是恰逢其实 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关系 再次啊 Gordon Manuel 之前呢 如果他他如果在的话 我们先请他发言吧 他在吗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的一些情况嘛 我们主席也说了 我们离2015年不远了 2015年 将是我们国际社会要回顾 在实施我们在2000年千年大会上面啊 采取的一些决定的这个进展的情况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这些国际层面 国家层面 在实施这些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当中取得的进展 所以说WFIS是在0305年召开的会议 也是通过了一系列的目标 在我们图尼斯会议期间呢 我们讨论了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WFIS决议的这些执行呢 如何把它们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这个回顾过程结合起来 以及如何运用技术 在2015年之后能够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一程之中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明确提出的WFIS的流程 应该用来协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而且呢 技术也应该是起到一个催化剂 一个引擎的作用来促进发展 在本次专题研讨会上面呢 我们希望能够探讨 并且加深相关的一些流程的理解 并且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知道一些答案 不过呢 在请我们第一位今天的发言人发言之前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千年发展目标有八个大个目标 是消除赤贫和饥饿 这个普小 性别平等 为妇女付权 减少儿童死亡率 加强这个孕妇健康 抗击这个艾滋 瘧疾以及其他疾病 环境可持续性 以及全球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这个日内瓦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列出了一系列WSIS的目标 预计应该是在2015年实现的这些目标 我再把这些目标呢 也是在此提醒我们自己 也是给我们看看 我们在技术方面有了多少的进展 有些这些目标 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幼稚 因为这个当时是我们的 只是对这个在2003年 对技术发展的一些这个认识 2005年我们要建立起 跟这个技术团体的这个连通性 然后跟这个大学中小学 用ICT去连通 然后用ICT去连通 科技中心 包括公共图书馆 这个档案馆 包括连接这个医院等等 医疗中心连接所有的这个地方 中央政府 包括他们的网站 包括这个这个中小小学的这个 中学的这个课程也应该相应的调整 满足信息社会的需求 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电台的服务 都应该鼓励大家能够获得 鼓励推进英特网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开发 以及提供所有的这个技术的条件 包括所有的世界的语言能够放到英特网上 并且确保世界人居民的一半 能够获得ICT技术的福利 所以这个呢 就是WSIS当年在为未来未年 未来十年设立的一套目标 所以我们也很有兴趣看到 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的进展 在技术别的革新方面 其实有一些已经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需要能够对这些目标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请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都已经能够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努力 以便能够完成那些比较落后 现在还没有做得太好的目标 我好像没有看到 Garden Monoy先生 如果您在的话 我一直在着急地等着您呢 Mondoy女士 她是一个特别顾问 是印度尼西亚的 前年发展目标总统特使的助力 她主要是主管地区和全球性的事物 她加入了总统办公室的时间是在2010年 Mondoy女士 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她的经验 告诉我们 印度尼西亚 是如何来实现 前年目标的 现在有请Mondoy女士 请不吝点赞订阅吗 在等待技术问题解决之前 我现在正在有些技术的问题 在等待技术问题解决之前 我想想请先生后边的这位先生来发言 下一位先生为马南先生发言之后做好准备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各位早上好 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IGF论坛的会议 今天在我的讲话当中 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印度尼西亚的MDG的发展的情况 要来看一下 他在印度尼西亚达到MDG 千年目标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 我要主要来强调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的重要性 因为他在印度尼西亚达到千年目标方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开始 深入讨论之前 我想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下 印度尼西亚目前的一些情况 目前的千年目标实现的一些情况 那么印度尼西亚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 在MDG千年目标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型 首先是已经达到的目标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和第一个千年目标有关的 那就是扶贫 那么这个也和性别的平等有关 这也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这是千年目标的第六 那么千年目标的第六项 另外在第二列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 正在实现当中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在2050年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目标 那么这些目标都是需要我们加大努力的地方 这样呢我们才能在2050年的时候实现千年目标 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看三个 那么首先要看一下 在印度尼西亚的目前的这个婴儿的这个死亡率 现在呢我们这个婴儿死亡率呢 是按每千人来进行统计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呢我们也在看这个HIVH呢 和这个婴儿死亡率的出生死亡率的这个关系 另外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千年目标 那么安全的 还有安全的饮用水方面的目标 我们在谈到前年目标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挑战 我们要看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在2015年的这个目标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首先是在地理上 大家也知道 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它的有很多的这个地理上的障碍 是そう closingien 因此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要想从这个呃呃 Los从北一直到Norca 呃达 而臃或在南部的No regenerate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要想全部设计是非常难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基础设施上的一些困难 这也需要能够得到不断的解决 基础设施的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让我们尤其是对那些社区当中的医疗 对于这些服务不够的这些人群提供医疗设备 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在全世界是排第四 也应该是有两亿五千万 我们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的人口也在不断地发展 它和发展的步伐还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大发展的步伐 我们在过去计划生育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进一步地努力 希望能够超越以前的辉煌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的大多数的人口 其实都是处于年轻力壮 处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 但是这也需要我们能够注意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人他们在长大之后 需要 印度尼西亚政府能够面对以后可能出现的 这个大量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另外在印度尼西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和减少至于 母亲生育的死亡率有关系的 我们已经制定了在2015年的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所制定的目标是要把这死亡率降低到250多左右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在政府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的人员 以及公民社会以及政府之间的能够进行更好的协同 以便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问题 其实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把实现千年目标呢 当作我们议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 我们也有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 从2000年千年目标制定以后就一直在努力 其中一些就是我们制定了一个国家的路线图 以便促进千年目标的在印度尼西亚的实现 那么这个呢是从2010 那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 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 以便能够在2015年的时候实现 千年目标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已经把千年目标的实现 融入到了我们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划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政策当中呢 都有关于千年目标实现的问题 也就是说千年目标已经在我们各个层次上的发展规划当中 都已经涉及到了 另外我们也把它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家预算当中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在区和省的层次上 也把他们所做的一些承诺转化为行动 以便能够从基层实现千年目标 另外我们还组织了千年目标的每一年的回顾情况 这个实际上呢是由政府和这个私营部门 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起的努力实现的一个项目 以便能够达到千年目标 在印度尼西亚的千年目标 我的实现呢主要是有两个战略 首先第一个战略呢是由上至下 第二个是由下至上 以便能够实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千年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那并不是唯一负责实现千年目标的一个机构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和不同人的机构的参与 他们都有自己的实现千年目标的计划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呢是由各个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团体他们自己制定的实现千年目标的计划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千年目标实现过程当中 是如何强调合作伙伴关系的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执行一个项目 叫Princel and Sada 意思就是说国家的指挥灯塔 那么它的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要能够给这些在印度尼西亚 没有受到足够服务的人提供 足够的服务 大多数的这些的项目都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教育是其中的核心 还有就是为不同的社区提供帮助 我们把它和整个社区的教育 还有对他们的父权 这两者都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也已经意识到 政府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是没有可能实现千年目标的 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 以便能够把其他的印度尼西亚的行业 都能够把它融合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实现伙伴关系 以便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实现千年目标 我们的重点就是 私营部门 学术部门 学术部门 媒体 还有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 这些都参加到了我们所谓的guiding light 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 就是在2015年以后的发展的规划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应该为它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了 以便能够有新的发展的计划 我们需要能够为新的发展的计划 创造一些条件 那么在2015年之后 要想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应该怎么办 我们也知道 这个经济的发展 可持续的发展 这些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非常的支柱 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进一步的强调 有哪些我们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是这种教育 还是包容性 还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个非常包容性的这种态度 这样才能够有非常好的治理 才能够保证我们实现千年目标 大家在座的各位 有些人 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在2015年之后的战略的一个高级别名人小组上 讨讨论的一些内容 很荣幸的印度尼西亚的领导正好是高级别领导会议的负责人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 我们谈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我们需要有五个重要的转型 有这五点主要强调 在这个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当中都得到了强调 那么就是要能够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核心 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要能够有公开透明的制度 同时创造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有这样的重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的合作关系 那么在这个高级别名人小组上 我也强调了一个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他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机会 使得传统的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 这种合作伙伴不仅仅要包括政府的部门 同时要包括社会各阶层 也要包括有身体残疾的人 也要包括女性 同时也要包括穷人 还要包括被边缘化的人口等等 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 整个全球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工作的方式 必须要能够超越我们目前的议程 这个高级别名人小组 还探讨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能够把私人部门等等都能够把它融入到这个机制当中来 如果要是这个可以实现的话 它就会从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进一步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我刚才也谈到过 主要是合作伙伴的关系的建立 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 他们有学生 也有私营部门 有政府 也有公民社会 在这里非常独特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团体呢 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经验 那么比如说这个学生私营部门 私营部门呢 一般他们会有很好的建立 这个合作伙伴关系的经验 又比如说政府呢 他非常善于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 以便实现全年目标 对于公民社会来说 一般来说 那么他特别擅长于提高 社区的能力 同时呢也对整个的这个情况的发展 进行报告 所以这里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实现2015年目标的这个情况 我们也已经意识到 大家采取集体的行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断的强调 共同的行动 我们在和公民社会 政府 公民社会 私营部门都在进行合作 合作呢 以便能够 甚至我们的合作伙伴 还包括这些社区的基层的一些组织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 共同行动的这个方式 能够使得 目前的MDG的这个目标实现的行动 能够一直持续到2015年到2015年之后 我们也认为 我们现在 非常 在实现MDG前年目标方面 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目前的这些方面 做的一些进展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 摩托先生 谢谢你非常 清晰 非常详实的一个报告 也是非常 祝贺你们在印尼所做的一些进展 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当然你们也知道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的努力 您也提到了 印尼的总统呢 也是在积极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你们的工作呢 也在会更好的界定 可持续发展 接下来呢 我又请 Felix Dots先生 他也在这里啊 是从他的家乡 他是一个这个唱权者 也是一个作家 一直参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当中 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人士 他有一个本书叫做《如何游说国际间会议》 他是和Michael Strauss合作出版的这本书 Dots先生 您如果听得到我们 您有七八分钟时间可以发言 他这个声音没有进来 我们想谈一下这个 李约家20会议方面的一些工作 首先呢 我还是要祝贺这个印尼的政府 在这后面做的工作 以及他们体现出的这种领导力 我们在这个 由于声音听不清楚 我们就不做翻译了 谢谢 我记得我非常记得 我记得我准备的领导力 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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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发生了 正当时 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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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是一位领导力 的领导力 的领导力 我当时就会是 领导力 的领导力 从1911的领导力 与1911的领导力 是了几次领导力 是领导力 的领导力 到领导力 的领导力 真正面导力 OECD General and the World Bank came forward with what becam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se were drawn from the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to DAC targets which were part of their original 1996 retrieval paper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and as was mentioned I think by our moderator there were eight goals an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unity MDG7 was very important in ensur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but it was actually a very weak goal partly because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 didn't go to the Millennium Summit in September 2000 it was clearly a top-down approach to the target sector and that brought the wrath of many of the MDGs to time the entire MDGA process has been accused of lacking legitimacy as it failed to include the voices of the very participants that the MDGs seek to assist and since then of course most of those people have become supporters and have helped to try and see those targets achieved and that's why in the process for the SDGs there's much more of a bottom-up approach and I think that's very good but not all the targets were agreed in 2000 for example a sanitation target was added under MDG7 after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Partnership MDG was amended after the 2005 World Summit I think on the implementation it'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1990s saw significant commitments made by governments at the Rio Earth Summit, the Copenhagen Social Summit, the Women's Beijing Conference, the Cairo Population Conference, the Istanbul Human Settlements Conference and the Rome Food Summit but by 2000 it was clear that governments seemed to be unable to implement across such a wide area and were having significant problems in prioritizing resources to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so the MDGs were an attempt to simplify this eight goals with only 21 targets some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targets was that they were not ambitious enough target 7D for example aims to by 2020 to have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lives of at least 100 million slum dwellers for context India alone was estimated to have close to 100 million slum dwellers so the ambition in certain cases wasn't as high as it needed to b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of the target in 2000 was that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ad started to go up again after a period of 10 years from 1992 to 2000 where we saw no real increase in ODOT the next 10 years saw ODOT double from around 60 billion to 120 billion a year and this went a long way to accelerate implementation a challenge that was underlined in 2008 at the UN special session on MDGs when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said th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genda looking ahead to 2015 and beyond he said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we can achieve the overarching goal we can put an end to poverty but he also recognized the challeng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reaching those goals and he went on to say we face a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and food security crisis both of uncertain magnitude and duration global warming has become more apparent these developments will directly affect our efforts to reduce poverty the economic slowdown will diminish the incomes of the poor the food crisis will raise the number of hungry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push millions more into 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will have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poor the need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pressing as they ar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detract from our long-term effort to achieve the MDGs on the contrary our strategy must be to keep the focus on the MDGs as we confront these new challenges those were very very important words and reflected in the sense why some of the MDGs are now not being delivered because the reality is now that we will reach only a few of those MDGs targets and as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tarted to drop their ODA contribution and though ODA isn't everything it does for many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play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Netherlands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to drop back under 0.7% GNP target this year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UK reached the target with the political support of all parties to some extent tha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what I call the band-aid generation those UK citizens and now politicians in their power who in the 1980s raise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Ethiopia and other famin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op star Bob Geldof it started with a single,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possi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pop song for development aid a few of the key reasons we're seeing some of these goals mark is that the process has had yearly global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to deliver the MDGs we've seen an annual review of individual goals for the UN annual ministerial review and biannual development forum we've seen government aid departments focusing on the goal but of course by then doing that they have taken money away from other areas which have suffer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we've seen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s the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was indicating in their presentation often linked to support from the UN and the World Bank and so their cohere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has played I think a significant role and as Indonesia also indicated in many countries has been through the support of stakeholders whether it's the private sector, NGOs or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I'm looking at my third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run-up to Rio and the idea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as articulated in July 2011 at a Rio Plus 20 government-sponsored event o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d in Solo, Indonesia presented by Paolo Caballero who is the Directo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n the Colombian Government supported by Guatemala and other governments shortly afterwards such as Peru and UAE and that push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om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gain showed that transfer of leadership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original proposal for the SDG was grounded on the idea that the MDG ha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cusing the world community that that focus was too narrow and that seven of the eight goals were targeted for on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only universal goal in the eight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 MDG 7 was as I mentioned, seemed to be very weak by many of the people in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the original proposal for the SDG advocated a reinvigoration of the spirit of MDG 7 by updating the sectoral chapters of Agenda 21 the 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 with up-to-date sectoral targets and although the original proposal significantly evolved over the months up to Rio Plus 20 it was noted that the solo chair's text already reflected the value of the new idea it sai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est in the discus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hair's text also reflected the likely difficulty in negotiating new goals during the Rio Plus 20 process in September 2011 NGO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met in bond at the UNDPI 64th NGO conference and they put on the 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a set of coherent goals, 17 of them it's well worth looking back to that particular document that came out of that conference to see the influence that it had in the thinking of governments as far as what SDG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e run up to Rio Plus 20 there was much conflict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community wanted to continue the MDG approach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unity wanted these new goals to be encompassed both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at any new goals needed to be universal and would als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o enable all of them to live in a more sustainable way on the planet I will continue this story in the final session on how the SDGs have developed but I wanted to end by saying that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comes of Rio Plus 20 was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would be a seco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question of course was left open what w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DP but what Rio Plus 20 did do was to start a rebir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y doing so offer a real chance that we might be abl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ogether so to finalize just some issues where I think the WSIS process might learn something from one, that money follows goals so this was clear from the MDG so if you don't have any targets or indicators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se new goals then money will be less for the area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will be critical for your agenda you need to be engaged now and you need to be engaged in a very fully and front way that any national follow-up mechanisms that are set up and again we heard from Indonesia how effective theirs was any follow-on process you need to integrate the WSIS into that one process there is only room for one process th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sectors will help deliver your agenda working in silos does not perhaps if I could end with a few words from Albert Einstein who said learn from yesterday, live for today, hope for tomorrow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top questioning, thank you thanks very very graceful Felix thank you x3 very much your thoughts and views give us some great views and views I know that the time is going so much 因为我们有了一非常好的两篇报告 所以我估计应该也不会有一些特别的 关于前年发展目标的这个问题 以及WSIS的任务和MDC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方面的会议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在屏幕上再放一张图片 也是展示出我们这些过程 工作过程的一些复杂性 也是在为了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这个工作的复杂性 能不能转到这个主计算机上面 好像不行啊 行吗 那么呢 由技术人员来帮我们转去 好了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屏幕上面呢 是我们好多的这个工作线 最后呢 他们应该这个最终汇总成一个文件 由这个国际社会 最后又通过 这应该是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 2015年之后的一个框架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迄今为止 技术呢 技术呢在任何的这些现有的文件当中 可能体现的还不是很充分 那这是非常可惜的 在接下来的会议当中 会有 能力的人 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并且能够融入到这个千年发展目标 回顾的准备流程当中去 好 Robert 那就有请你发言了 谢谢 Yanis 我知道我们时间有点拖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时间补回来的 希望到时候还有时间来进行讨论 包括我们这个远程主持人 也能够希望有时间参与 那我就不讲这些这个个人简介 我就不说了 这个发言人的这些背景 我就不多说了 对我来说呢 我个人来说 这个专期讨论会对我来说 非常的浪漫兴奋 如果你们了解我的话 知道我是很脚踏实地的一个人 所以我很关注 我们有什么实切实的一些例子 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讨论框架 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讨论 有什么可能性都说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三个 简短的一个发言呢 会给大家展示的则是切切实实的一些例子 英特网以及我们在这个治理论坛上面做的一些工作 对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 来自乌拉圆会给我们谈一下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实力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您的视频 谢谢Robert 我们先看视频吧 然后我就简单说几句就行了 能不能放 好可以 我们先看视频 说到两个月的一天 是我们先看视频 我们先看视频 我为了我设计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平台 我设计是一种草莓的平台 能够自身的传统富 和支持的成功 这是我设计的练习的练习 我是一位的国家 有2百分之才能做到 our vision, 在比例,人們工作在一年一半, 在比例,和比例,在比例, 是一個市民很能幹的標準 我們把伍伍和社交建築上的手段 現在已經有過300.000人 5.000人支持 絕對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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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有效果的 而且有其他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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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因為他們會更容易找到的一種新的劉項目 現在是發生的新的劉項目 就是在工作上搜索的手机 看看,包括做些购物的 或者是磁磁磁磁的 那些人是在家庭 的一件事是 我非常擅長的 一件事是非常好 的地方是 在奖斗充满幻想和孩子們 是在武汉 就咱咱贊恩保 Reform 但刘法 neuron 是基本基本上 辆用哪些保守 渊彌 Тогда 标准就 已经自省的人 他们ức化必定 разных技衣的 啊成型的 是我们簡介的 目策最重要的是 器梳 我们在佛罗里面的编程中,在比较更多的国家和社群去社群 那是一种座民进行的公共和社群, 他们在设立的社群发展, 和我们在一个更好的地位的地方做的 我们工作宽舍 因此,因此我从而言起, 因为我们是想要有一个地位的地位, 而是很清楚地的地位, 也是因为它产名的广告 和社群的图案改变了 和社群的世界, 它改變所有業務 它是一個級別的中心 它需要利用社會的社會 我們做的這就是這裏 我們在網路上改變 我們在網路上改變 我認為這是一個影片 是的 所以 Mark 我們可以停止這個影片 您可以停止了 因为我们没有德语到英语的翻译 所以我们不能够做这个字幕 不能够做素技 坐在前面可能看得见这个字幕 在视频上是有字幕 那么要么就是懂德文 要么就是可以看字幕 我也非常感谢你刚开始谈到的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 以及它对全世界的人的影响 我们所做的呢 其实就是要能够 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实际做的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原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通过英特网 现在呢我们却做到了很多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关于发展这件事情 实际上呢它是在会不断的发展 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了现在的这些 这个技术呢它会发展的更快 IGF呢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一方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边 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行业 就需要能够提供 更加好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 IGF 在这里呢也在强调 要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通过这些技术 能够把不同的人群体 能够联系起来 当然这样做呢也是可以增加价值的 在这里我也可以看到 大家在强调 那么要更多的这个使用 要更多的给它增加价值 要使人们更多的 更好的联通性 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做这个 忽略那个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NGO的角色呢 也在不断的全球化 他们也在做出越来越多的 这个贡献 他们呢也在很多的领域呢 在努力的工作 那么现在这些NGO 如果呢要有了这些新的技术呢 他们就可以更多的机会 接触这些捐赠者 从事也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么现在那么建立起的 一些这个NGO呢 有些很大的 但是呢还有一些 如果要再有一些这个 更多的这个中小型的 非政府组织 再加上这个技术呢 会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能够有进一步的 这个付权 不仅仅呢是要政府参与进来 同时要使其他的参与进来 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不起 刚才呢应该好像有点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错了 发言的人应该是 Martin Bolton 先生 Martin 你刚才讲的 提出来应该要进一步 这个重视内容的应用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除了提供支持性的环境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来怎么样使用它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看一下网络的治理 如何可以支持发展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太关注英特网本身了 当然这本身是对的 我们也在这么做 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 人们怎么样来使用英特网 我认为 刚才呢你谈话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联通性怎么样把人更好的联通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 能够增加一些这个附加的这个价值 这个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 这样的会有更大的增值 现在我们看Ferry Marouf先生 他来讲发言 非常感谢Ferry Marouf 现在我代表 Gramming基金 那么他主要的这个重点呢 是这个教育方面 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我们所做的第一个社会的这个服务方面呢 就是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在Gana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主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是 婴儿的这个死亡率 母亲的死亡率等等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怎么样让这些母亲能够照顾自己 怎么样注意在怀孕期间的一些事情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应用的软件呢 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这个监控 这个怀孕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个孩子已经三个月了 怀孕三个月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怎么做 这是在这个Gana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后来我们又在印度呢 就是做了一个同样的项目 但是他的主要的这个 解决的问题是HIV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 我们在乌干达 它也有一个项目呢 就是私营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而不仅仅是依靠这个捐赠者的所捐赠的这些资金 有很多的这个捐赠方 挣了很多的钱 但是呢 我们在强调的呢 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来 使私营部门加入进来 我们给当地的农民提供了很多的好的这个工作的技术 给他们发证书 那么如果他们的产品好的话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那么后来在印度尼西亚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 也希望做类似的这些项目 因为呢 在印度尼西亚也有很多这个农民 类似的这个农民 比如说在苛刻的生产 那么在 印度尼西亚的每一公顷呢 我们大概是 可以生产800克的 大概是就是要生产这个200克的 这个coco 那么跟其他国家相比呢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们他们也需要帮助 另外还有 一个社会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扶贫的一些工具 我们做的做法呢 就是用一个计分卡 现在这个在46个国家呢 都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 希望呢通过教育的方式 那么对他进行评估 然后呢做大概的这个情况的分析 以便能够达到扶贫的目标 那么这个呢 在不同的这个国家呢 我们也进行过一些这个普查 在这个普查当中呢 我们问了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是最简单的十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里边就问起来非常容易 那么回答也这个容易 这些文器呢 一般都不会问收入 但是呢都会为他的生活条件 比如说你们用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你用什么样的天气 用什么样的这个天然气 那你究竟是用这个一公斤 还是三公斤的气来做饭 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 平均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得到的信息 来进行监控 进行这个监督 现在我们大概有200多的这个人口 那么在从这个项目当中受益 最后是关于金融方面的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能的这些产品 比如说像手机帮助这些穷人 比如说在手机上的这个手机银行 又比如说我们制定了一些 这个完全是适合他们的一些 这个专门的这些服务 我们也问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目前我们在进行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在乌干达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 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 易用的产品 比如说 那么为 为学校来 为这个上学来积攒资金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要上学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 朋友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沟通 能够帮他来 每个人帮他省一点钱 让他去上学 因为这个人本身呢 他自己呢是没有银行 那么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个手机银行的办法 就可以帮他找到上学的钱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 技术上的使用吧 好 请您发言 现在请您发言 然后 我们会有时间让大家来问一些问题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是我的 我们国家 乌拉圭这个国家信息和 通讯技术协会的 我们是在南部 那么我们大概是这个 制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没有实现 我们要在我的这个 法言当中呢 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Plan C吧 我们这个机构是六年之前建立起来的 我们在今年年底的话 我们的这个第一期的项目已经结束 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一些评估 那么这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是怎么 我们做了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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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mbinamos y transformamos los datos y así construimos información y servicios para todos La tecnología nos está ayudando a innovar en la relación entre la ciudadanía y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La tecnología también está presente en los espacios más tradicionales como el campo Con una trazabilidad vacuna individual al 100% Y en los más innovadores, como la pujante industria nacional del software Cada vez más atractiva para el exterior Un compromiso país Esto es Uruguay Digital La tecnología nos está ayudando a innovar en la relación entre la ciudadanía y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La tecnología nos está ayudando a innovar en la relación entre la ciudadanía y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La tecnología nos está ayudando a innovar en la relación entre la ciudadanía y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Y nos dio más y más computadora Hasta que todos los niños de todas las escuelas tuvimos nuestras propias computadoras Un montón de señores se pusieron a trabajar Para que yo y mis amigos tengamos internet en la escuela Y todos tuvimos que aprender cosas nuevas ¡Hasta los maestros! Los liceos también tienen computadoras Ser un único país que los niños tienen acceso de todas las clases sociales A esta herramienta, bueno Ahora con el Plan Seibal y la información y el acceso a aprender Se niveló O sea, tenemos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para avanzar Mire para allá, ¿cuánto tendrás que darle? Bueno, Morelia 120 No, le 120 Maestro, mire Perfecto Yo estoy orgullosa de ser uruguaya De que me pregunten ¿Dónde vivo? Bueno, vivo en Uruguay En el país donde todos los niños de las escuelas públicas Tienen una computadora Se la llevan a la casa What happened inda ... thinner Se left circa ¿ ... ... 停 ¿ El 谢谢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问题 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怎么样有一个计划 然后六年以后执行了以后 再看他的一个情况 在学校里的一个执行情况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是可以开始评估了 那么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想法很好 它到底是不是可行 我们从中学习到了什么 怎么样提高 所以说我很希望能够非常简单的 请大家的一些反馈 因为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这个在座的一些提问 所以大家的反馈简单一点 我想说呢 教育最好的工具还是教师 我们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工具 就是笔记本 这个电脑 但是笔记本电脑呢 它不是一个学习的工具 而是提高这个学 这些学童的能力的一个工具 他们呢 现在就可以用这个电脑上网 也可以让他们的家人去使用 可以用来学英语 用来学数学算术 我们也是跟这个英国的学校 这个有协议 也是我们的学校可以有一些在线的学习的安排 所以说呢 我们不是仅仅用这个工具 用于传统的这种教育 用来取代传统的教育 并不是这样 对 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好 我们这个也许可以 等一下回头可以再讨论 我们先看看在座的 关于我们刚才三个这个发言 说的都非常好的 这个发言 都是非常些确实的例子 也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些 真实世界中的一些例子 技术和英特网是如何 在被使用的 而且刚才说的最后一点 说的非常好 这是关键是人不是技术的问题 技术不是单一的独立的 是怎么样去用这个技术 这个流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忘掉这一点 那我就想 请这个在座的 这边有一个 后面有没有人 我们还是有这个流动的 话筒的 好 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 我是安巴桑 我是来自 印度尼西亚ICT 学会 那我也非常同意 刚才主持人说的 即便是在这个 千年发展目标的框架之下 这个技术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呢 肯定是有很多潜力 我们提到的三大这个支柱 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先生他也说了 我们第一个支柱呢 其中包括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 但是从政府的这个理解来看呢 技术师似乎并没有包括 信息通信技术 他们看的更多的是公路啊 港口啊 机场啊 等等 政府呢 那么可能他们觉得ICT是私营部门来做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政府还是需要更多的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这个学会呢 我们也是认为宽带很重要 当然教育教师很重要 但如果有好的基础设施的话呢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互联网速度很慢 确实还是不行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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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 来自 胡雷瓦学会 那么我也想这个非常赞同前面发言人的说法 我觉得在这三个支柱里面 ICT呢 我们应该是横跨所有这些层面的 我想给大家一个例子 有关海地地震的一个例子 一个这个援助援助组织 甚至在他们前往这个阵中管理的时候呢 甚至没有考虑到ICT的重要性 我当时在一个团队当中跟他们合作 当时大家讨论需要做什么的工作 当时我们想你们应该默认认为 这个通信是非常重要 是最最重要的一项 而不是说事后才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都是在全球啊 在在宣传ICT的重要性 那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ICT 你应该怎么去考虑 是把它放到一些独立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支柱主题去考虑呢 还是应该它是横跨所有层面的 对 非常感谢 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最近市航呢 这个做的一些工作 他们就看了一些这个通用目标的技术 比如说电力啊 这个内燃机啊 对呢 这些都是一些通用技术 都是基于这些技术身上 才发展出了其他的技术 比如说计算 他们的结论是宽带 应该是被看作是一个通用目的的技术之一 所以说正如内燃机啊和电力啊 他们都是水平横跨多个层面的一种技术 所以说呢 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个说法 那么显然这方面也是有一些这个证据 能够支持 这方面我们觉得还需要多多的考虑 那边旁边好像还有有人要发言 我是Eddie Toy 我是印尼的这个ICT学会的 当然是我们的这个主席 我觉得呢 我们论坛当中谈的跟我们的Santo博士 谈的其实相差不多 我们谈到这个英特尔网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网络本身的质量 自九三九四年以来呢 在印尼所有的网络的技术设施 很多都是私营部门建立的政府 这方面没有多少投入 他们除了这个征税啊 对对 争取费用以外 也这个他们这方面收的钱 是很多的 对我们这个运营商来说 是很高的负担 除此之外 他们没什么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呢 一个这个重点呢 是怎么样能够支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所以IGF呢 我们怎么样去应该想 怎么去说服政府更大的这个投入资金来支持基础设施 而不仅仅是让这个运营商自己来做 这个就是印尼的一个现状 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说在我们新的这个规划当中呢 我们也是希望呼吁这个政府的关注 希望政府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 用于这个网络建设当中 谢谢 是我们跟联合国的这个宽带委员会 也是做过一个研究 是在7月份发布的 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看了各国别的一些宽带的计划 不管你是说战略还是计划 这个其实差别不大 然后看这些有这样的计划 是不是有所不同 我们简单的答案就是说确实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看了过去十年160多个国家的情况 也看到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也看到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有没有计划 有没有政府的投入是有关系的 我们其中的一个结论呢 也是跟这个宽带委员会协作这个做的一个研究的结论 就是说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合作呢 比私营部门自己做或者说政府自己做都要来得有效 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说私营部门自己做 我们知道很多情况下私营部门是做大部分的投资 那么他们也更灵活更了解最新的技术 比政府呢相对来说这个动作可以快 这是本质就是这样 因为政府本质也是这样 那么这也是个好事 但是正因为如此呢 私营部门很多时候在执行方面 要是这个起到领导的作用 但如果只是放手 让这个私营部门自己做 还是会有一些缺口 是没法弥补的 所以说政府的职责是要制定一个愿景 目标 然后去这个协调 去管理 然后填补缺口 特别是包括一些服务不足的领域 低收入的领域和农村领域 农村的以及这方面的人群等等 所以说这应该不是一个两者取其一的 而是应该公私合营这样的一个方法 才是最合理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应该需要花多少钱 来弥补这个其中的差额 这个政府好像很习惯于能够得到 这个私营部门的这个支持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 它并不能够完全兑现 所以在这里呢 就要看政府的花费和政府的投资 究竟是多少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一点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刚才你说到 那么政府呢 必须弥补这个剩下的这个资金 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 这些农村地区 大多数好像都是由这个私营部门 通过它所有 它们的这个USO的这种计划来实现的 那么对于这些运营商来说 那么它 那么它每一年呢 现在的这个增加 大概是1.25%左右 也就是我说的是指的 它的这个投资上的增加的数额 那么在以前 这些这个资金呢 都是来自这个行业 但是现在 我们也会从USOF 这个基金得到一些 那么尽管我们能够得到一些 这些基金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 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如果要讲这个西班牙语的话呢 我们有西班牙语到英文的翻译 在我们国家 通信是属于国家的责任 这就使得我们能够 用这个这样的机制呢 能够给这个 目前的这些基础设施呢 给全国提供 英特网的这种服务 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说 那么政府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以便能够使所有的这些地区 都能够被覆盖 这些地区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 自己来建这些通讯的设施 这也是一个政府的一部分责任 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 这就要求 有大量的这个投资 比如说你给一个孩子呢 每一年能够给他100美元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以给孩子 带来很大的益处 非常感谢 那么先拿麦克风 然后听Hitrick说话 Hitrick讲话 我是来自印度 我们在印度呢 也通过了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 就是想如何来利用英特网 利用现代的技术 以便能够使得在印度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促进 我们在这个具体做的时候呢 就是要能够使正在形成当中的这些人口 还有当地的这些行业和学术部 学术人员呢 能够大家坐下来一起对话 怎么样能够促进当地的这种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在印度 如果大家是走到农村地区的话呢 就可以发现有很多人缺少技能 那么你必须要非常好的技能发展的 这样的这个计划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口 在这些人口当中呢 有很多人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和培训 所以呢 我就想知道 Hitrick在进行 和各方在进行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方面有些那些考虑 那么印度的这个政府呢 也希望能够和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这些经验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做法可能 我们的这个情况可能跟其他国家的情况 也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好像还有两个发言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 Hitrick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Pepper 我想说几句 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 怎么样来促进 在不同的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发展 我觉得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全世界正在进行的 让人感到非常激动的 一些政策上的一个讨论 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模式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呢 大家刚才也都讨论过 我觉得最最基础的一个基础的设施呢 其实就是光缆 还有呢就是英特网 这样的能够让更多的人呢 可以进入到英特网当中 那么很多在全世界都在进行的 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实验 比如说像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这些不同的模型 模式呢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把它这个写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呢 就能够进行更活的分歧 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模型 其实不同的做法有时候会非常有效的 那么在地区的这个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Jane在她的讲话当中 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要能够非常好的激励性的这个措施 能够让不同的人进行合作 进行信息的分享 同时进行合作 那么这个呢 其实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我们提了刚才的这两方面之外呢 还有一点呢 是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来使用英特网 比如说要给比如说她的这个缓冲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她的这个储存的这种能力呢 这些呢对于用户呢来储存这些下载这些录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这些基础的设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刚才的乌拉圭的这个同事呢 也谈到了在乌拉圭的一些做法 做得特别好 乌拉圭可以说是世界上英特网渗透最强的一个国家了 而且所有的这些用户呢都是对英特网的体验感到非常的满意的 当然呢这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模式就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在乌拉圭呢 他们在强调两点一个呢是要保证电来 同时呢要保证ISP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两种做法对于大家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 可以说呢他应该是在他的这个地区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Patrick Patrick你能你能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因为有人可能不认识你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 昨天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谈到了基础设施的生态环境的问题 有人在昨天谈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究竟应该选择的是光栏呢 还是选择无线呢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ISP的这个连接点 以及在这个缓冲上边的这个基础设施呢 能够做这个更多 那么所有这些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和你刚才谈的这些是相关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是Steel Hamilton 我想在这里呢 来跟大家主要来谈一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现在呢可以说在全世界呢 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些公共图书馆 有很多呢都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希望呢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能够通过图书馆 让大家有更多的接入英特网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实行了公司合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叫Beyond Access 我们的网址是Beyond Access.com 那么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在一些试验的这个国家 像哥鲁吉亚 菲律宾等等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 能够通过私营部门 通过这个政府呢 能够在这些公共的图书馆当中建立起来 一些我们的英特网的服务 而图书馆呢实际上是跟千年发展目标的 一些具体的目标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希望呢在这里鼓励大家也去看一下 我们的网站 在这里我就想来跟大家来谈一下 我们在2015年之后的 我们在做了一些哪些的这个工作 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框架当中 能够使得这个得到信息 变得这个更加容易 我们现在在纽约呢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工作小组 那么这另外同时呢 还有一个叫十家的这样一个项目 在9月11号的时候呢 我们也开了一个会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NGO呢 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呢WSIS呢 也在做自己的这个回顾的这个工作 大家在这个会议室当中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这个 这个行业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这种项目的都在进行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 我需要的呢 并不是说的是政府 而主要是指的这个公民社会 目前的这个情况 好像我们正在做的这些工作 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 那很不幸 但是呢 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 刚才也有人提到 经常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 我们和这个政府的官员去交谈 那么在跟ICT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官员呢 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的听到 他们的希望能够得到 这个我们的这个帮助 那么希望的 也希望的这个部里面能够给他们解释一下 这个工作为什么这个重要 所以这一点呢 好像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互相之间呢 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我们都要使得 其他的部门也能够了解到 为什么这一点真的是重要 我们其实是需要大家互相帮助的 我们需要能够帮助 我们这些对话当中的这个其他的人 来扩展这些知识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一点是 也是我们需要能够考虑的 我们真的是需要 能够相互之间互相支持 那么还有 我们在进行下一轮讨论之前 还有其他的要发言 我们看到有Nick 还有一个两个 那好像还有两个是不是 好 非常感谢 我叫Nick Song 我是这个英国驻联合国的 这个前任的这个大使 我们也在这个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也积极地参与了WSS的这个工作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很不幸 这个政府的两方 一方呢是这个面对ICT技术的 另外一方呢是这个来帮助这个MDG的签建目标实现的 但是这两方的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交流 我说的可能已经有点太礼貌了 他们两方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的交流 那么他这样的做法 实现的这个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在整个联合国 在联合国的内部呢 好像现在还没有一个机构在积极地吹动和倡导 英特网 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机构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这个公民的社会呢 能够为了千年目标的这个发展的能够联合起来 最近我跟一个朋友的我的一个朋友呢 也提起了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 我呢 那么很快地浏览过一些MDG的这个实现的情况 只有两个地方呢提到了英特网 我觉得这一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么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有点特别的 所以我也非常喜欢刚才乌拉圭代表所做的这个报告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大家携手来改变目前的这种状态 你刚才说的这个也非常好 刚才 有Nexco的这位先生在这个讲话的当中也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我们在进行英特网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何怎么样把它和千年目标联系起来 在过去的三点当中 在这方面我们做的其实还比较成功 有很多的人实际上呢都在努力的这个工作 有不同的这个机构不同的人 但是好像纽约好像对这一点呢 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 那实际上呢我们所做的呢 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使得人们更多的了解 我们做的和千年目标怎么样更好的联系起来 你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纽约应该对这些事情呢 应该表示更多的这种关注 那还有最后一位发言那边 好像还有两个 那我们先看后边那个 那里有一个话筒 这里有一个话筒 到后面来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又是带这个英国人 我是目前的一个这个政府官员 我是英国外办 外事这个外交部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也是有连续性的 目前我是替政府工作 关于这个英特网治理方面 我们也是认识到了 将发展和我们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事情 要结合起来 但是这个呢 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实现 我们也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配合 我们在外交部 还有这个文化媒体体育部 还有等级的方面在配合 我这里呢就想说 我们的这个部长 在本周初的时候也说过了 我们非常期望的这个VCIS的回顾的流程 能够理解 能够考虑到我们一开始最初的这个目标 VCIS的目标是消除这个数字鸿沟 能够让这个英特网汇集全人类 我们发现互联网治理的这个讨论呢 好像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流程啊 机制啊 怎么样 互相这个 互动啊 等等 好像也是 可能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这个根本性的目标 是为全世界能够实现这个利益 所以我们也许在这个回顾当中可以最终回到这个正规上 就是怎么样能够从经济社会角度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价值 然后可以考虑一些确实的一些这个案例怎么样做到 可能在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现在政府间的多利益官方的这个机制的一个补充吧 谢谢 因为我知道英国的这个部长也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你们的一个这个决心的一种体现嘛 已经有些国家确实来了一些非常高级别的官员 那么这是在这些国家呢 在这方面也是做到了一些领头羊的一个这个角色 我们觉得我们觉得那些你们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些领袖呢 也应该在这里其实就是在传达这样的信息 需要有多个可能跨部门的合作 包括像美国英国巴西印尼以及许多其他国家 都是已经做得很好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国家 能够这种跨部门跨部委的合作 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发言 然后就得接下来下面一个主题了 我们本来以为是11点要结束 那其实后来说还有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好我们还可以稍微拖一点 我们先听最后一个发言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主题 好我是Cedric 我是替教科文组织工作的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副总干事 这个一开始说过 我们的副总干事呢 也是他们也说过 在2015年以后有六个这个小组在做这个 关于这些方面有什么工作 包括联大包括等等方面的 高高组织 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过 印尼的这里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在做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做很多的这个磋商 所以说我们也知道 这方面的很多工作不容易 有些是这个多立有关方的一些模式 有的是政府推动的 那我们从今天发展目标方面 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我们觉得这些方面可能需要 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 但是呢这确实难度很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也是我们关于信息方面的 一个主持的机构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跟30多个 这个联合国的机构合作 我们也是共同发表了一个 声明关于2015年以后发展议程的 一个声明 所以30个联合国的机构 是希望共同的能够来共同强调 这个发展 特别是ICT对发展的重要 包括UNDP等等机构 他们也参与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知道 你要让ICT作为一个议程纳入进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并且要把它放到一个更高级别的 一个观众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呢 政府确实是确实是需要 这个起到一个领头的一个作用 我们这个各个在政府工作的人都知道 这个方面的重要 希望你们能够传达这样的信息 谢谢 Cedric 我觉得这个就给我们下一环节 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了 Nick Ashton Hart会给我们做一个主持 就是谈这些问题 怎么样确保VCIS接下来的10年 能够更好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 好 Nick请你来主持吧 谢谢Bob Bob呢也刚才说了 我们的这个讨论的问题 我们换一个不同的形式来讨论 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 不会说做发言 他们呢 我们有三个人 拿着这个流动的麦克风 然后传递 跟大家这个交流 因为我们也听到有两个流程 这两个流程之间有脱节的问题 政府公民社会之间有脱节 但是在联合国这个体系里面 协调的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觉得VCIS的流程的目标 它原来制定的时候呢 是要确保ICT的发展 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 这个可持续发展 汇集人民 在2015年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 加深加强这个VCIS的这个流程 在国家和本地的层面 包括在国际层面 做到这一点 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呢 我们不希望 VCIS的目标呢 在这个可持续发展 过程当中就完全的就迷失了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 让实现VCIS的这个工作呢 能够支持更广更宽泛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一页两页的一个文档 是这个会议的一个参考文件的 这里呢 也提出了几个想法 怎么样让这些流程结合起来 联系起来 Cedric的在这个会议当中也会也做一个 这个他会做一个图 然后把我们相关的一些想法呢 有一个投射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转到他的屏幕上 看看他记录下来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最后呢 是希望能够得出一些结论 怎么样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VCIS加持这些目标联系起来 我们Felix Dots这边呢 他远程也会告诉我们讲一下可持续发展的 这个多方业有关方的一些因素 我们目前的VCIS流程里还是没有这些因素的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可以有所思考的 其实有时候呢 这个 在可持续发展里面 我们这里有的一些多方业有关方的做法 可能在可持续发展的其他地方没有 我们这个IGF的这个论坛 本身是一个多方业有关方的一个论坛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参与的 这个 IGF是有它的作用的 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多方利益相关方的来自于多个这个部门 那么可以在一个地方讨论 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机会 所以关键是怎么样用IGF这个平台 利用这一周的会议的机会 特别是能够跟这个区域的IGF 一直来支持联合国天洋发展目标 以及VCIS的这些流程 确实如此 好的 Felix 我知道您对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想法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这个国家层面上的这个多方利益 官方的一些做法 是您可能知道对我们有用的 在这个agenda 这个21日记议程方面 但是要言简意该好吗 我们听得见 Felix Felix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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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的 Axis 您可以努力一下 那么这是大家的 建议embers的维生 不一伙 所以所以您可以与它们的 70 种制度 然后试图他们在 的危机问题 而与你的 新政策 我非常 quickly会给你一向 的一个比例 在与我们的数据 是是的 有些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性别 还有这个和平安全这些方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实现 在城市方面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城市创造出了一个平台 也在联合国的城市小组也在准备一些文件 关于这个城市方面的一些目标 应该看什么样的指标 真正的一些这个想法 great thank you Felix for 好谢谢Felix 那现在呢我们有Gordon Patrick Ryan 和Fried 那么各位呢 可以在这里其他的人可以在这里走动 或者说都可以 我这里有三个话筒 大家把这个话筒打开 我觉得 这些流程怎么结合起来呢 我们有这样几个想法 一个呢 每一个公司可以 每个国家可以自己制定一个行动计划 一个国别的国家的行动计划 怎么样实现这个VC斯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各国的一些计划 做一个比较 然后评估他们的进展 这个想法呢 原来是礼约会议上面 关于这个 这个环境上面 他们本来是有一个国别的一个规划的流程的 这种想法 这个问题呢 就是各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 进行跟各国的各国的这个VC斯的行动计划 联系起来 用这个机会 你要把这两个社区能够联系起来 还有就是各国的IGF 以及区域IGF的作用是什么 这里是不是有机会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 后续的这个流程 以及评估的过程当中起到作用 之后呢 就是在国企层面 每一个这种行动 可能可以都可以跟一个MDG 或者SDG去关联起来 目前每一个负责的这个结构 是不是可以跟他们相关的 这个SDG的 这个MDG的部门 跟SDG的部门 可以这个关联起来 不仅帮助他们 而且包括这个政府和利益有关者呢 也理解 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评估 这个执行的实施的这个进展 还有CSTD 是不是可以为这个工作 在全球提供一个平台 他们也是在VCIS 回顾流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利益 有关者 那么还有IGF 这个论坛本身 是不是在未来 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 来回顾这个VCIS目标的 实现的情况 那我想我问题提的够多了吧 可以做一个抛砖引玉 估计在这方面 然后大家会有一些想法 这个话筒呢 大家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开了 因为刚才是被关掉了 当时是有一些这个反馈声 好 这个绿的料了才是开了 如果绿的料了没声音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是微软 也是这个乔治城大学的 那么你们刚才说的非常好 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呢 在于他催生了一些完全新的 这个商业模式和这个经济 我们美国一直谈这个分享经济 还有这个关怀经济 就是这个志愿者啊 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在通常的GDP的 录数据是看不到的 很多新鲜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 一点事情呢 就是推广这个更多的采集数据 不仅仅是看互联网的 一个发展的情况 而且呢一些新型的 这种经济的这个模式 因为他们也是对真实的人 提供真实的好处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 还有政治家们呢 也想知道他们的国家 跟其他国家比怎么样 是不是做的好 我在这个克林顿政府任期内 我们也是谈到很多 这个经济挖组织 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排名 我们当时我后来看到 美国的这个排名也下降 那我们也很多的争议 为什么这个美国 英特网的部署速度不够快 所以看到这个数据方面的问题 看到信息的采集方面 关于这个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利益方面 其实是对政策制定是有好处的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有用的 分享经济 关怀经济 以及应用经济 所有这些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把它很好地记录下来 也没有进行量化的分析 那么有些经济 有些这个政治家 还有一些这些公民社会 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 那么他们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这应该把它也融入到 政策的制定里边来 说得非常好 Freedom Patrick 那么如果你要是觉得任何时候 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 就把它说出来 立刻说出来 那么如果一会儿我们的这个 技术人员如果能够把这个协调好的话 那么就会非常好了 那我站在这 我站在这说吧 在你的左边 我是Garlene McCoy 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非政府的这个组织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这个工作呢 就是和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运营商 合作和有当地的这个技术 像Google Microsoft 这些这个公司呢 都希望能够在这个 供电很低的这个地方 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些这个技术 我们也希望能够 这个走出这些市的城市的 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中心 以便能够提供更好接入的 更便宜的这些英特网 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到了那以后 就说我是美国人 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而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这个介绍呢 就是这个联通的这个计算究竟是什么概念 那么也会给他们讲 我们是通过怎么样的努力到达了今天这一步的 现在这个工作呢也在进展当中 就是提供一些灵 在这方面的这些灵活性 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 也是如此 我们的确是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有四五条灌篮 已经建起来了 这是非常好的 好像我们有两个发言提到的都是 我们怎么样来几个进行更好的工作 怎么样再把不同的国家的这个情况进行比较 然后我想我要把这些这个 我们应该把这些想法记下来呢 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些做法呢进行分享 我也知道 还有一些这个好的做法呢 也有ISF呢也在做一些这个项目 我想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任何耽误的 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的话非常好 当然我们在这个论坛上 所有的人的这些行为 也会成为在这个国家当中进行这些合作的一种精神 那么我们也应该促进这些这个合作 在刚开始我就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不仅仅是下游的基础设施 也应该考虑到上游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 我们有一个责任和义务 那么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 那么我们 在这些最顶尖的这些这个公司当中 他们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责任 因为 那么其实都是从这个 英特网当中获大了很大的 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我想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 是不是能把Cedric的这个网 这个电脑能够跟屏幕接在一起 有一个问题给Golden 你们我们在讨论前年发展目标的时候 你们的讨论你们的 你们的行动的计划 是不是把VSYS的这个目标 也考虑进去了呢 还是把它和这个MDG是分开的呢 我只是有点好奇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给你的问题 Golden 我们在MDG前年目标方面 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能够 把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部门都能够融合在里面 我觉得 我们有责任的让他们来加速 在前年目标方面的 这个实现的工作 我们认为 把前年目标融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要加速实现这些目标 我认为 以后 我们可能需要 制定一种框架 应该更加具体的一种框架 直到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 一些什么样的成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能有 更大的努力 以便能够加速前年目标的实现 ICT的技术 那么可以说是最好的 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能够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使用 但是我们需要 能够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框架 来支持这种想法 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在这方面的合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 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框架 能够通过ICT 来支持前年目标的发展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发言 我有一点 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 有两点 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些合作 也有些成功的例子 就是要促进这个数字的使用 是非常基本的 在昨天的发言当中 有一位同事 在这个辩论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我们怎么样才能使得 这个数据能够在中小企业当中 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使用 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数据 怎么样能够使得 这些数据对于决策 起更大的作用 在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 现在有一种新的做法 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 那么实际上呢 也有一些这个做法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 在设计一个 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也许 这个经济学家 那么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机会能够使得 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能够进行更好的合作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得到 这些捕捉这些数据 谁能够拥有这些数据 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 好像举手的人不多 很 Sherry Sherry Wong 好像看起来在沉思 那么Sherry Wong 是不是有要说的呢 那非常感谢我来自澳大利亚 我想大家可能在网络治理 这个行业当中 这个领域当中呢 大家可能对我有点了解 我一直在倡导这个英特网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这个能够使这个更多的公司参加进来 那么怎么样通过英特网来进行这些这个资助的这些援助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这点在我们目前在进行的这个讨论当中呢 我们需要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看看哪些事情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够 还有呢 在当地和在这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的这个经验呢 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分享 因为就我所知呢 这个发展中国家 他们也在寻求哪些例子是他们可以学的 那么他们有这个自己国家的这些政策 国家的这些这个做法 能够让他们内部那么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我想知道的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 那么在宽带方面呢 应该怎么样能够做得这个更好一些 比如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政府工作 政府以及在公司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把这一点的更好的融合在里边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家做的事情都很好 但怎么样去分享去讨论 在什么平台上比较好 好Sharon别急着走 因为您是非常这个直接了当的 喜欢直接了当的结果 那可能 我们如果说 我们收集就是有效的一些做法 那你可以去分享 比如说各国的IGF 国际的这个IGF 一些大的项目 去做一些分享讨论的 是不是可以呢 我知道可能得有一个平台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些东西行得通 对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数字的一个 一个可信的一个平台 不仅仅是我们这种 一些这种集中的这种会议 但必须要有一个这个高层的这个 大家知道要在IGF 在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做的一些工作 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些最高级别的一些建议 不能只是老是停留在国家 区域层面 这个呢 也提醒我了 我参与这个国际性的事务 是这个人均 属的这个项目 那么它当中 其实关于这个本地领导力的项目 是一个 给予奖励的一个项目 任何人如果说你有最佳的一些时间 在网络上提交 然后有一个平委会会平 如果平出来的话 你们可以得到一新的资金 可以然后把这个知识传递给世界 其他的这个人群 所以也许这里 一些这个可能的一些平台 可以做到类似的一些项目 把这些体系那个借鉴过来 有一些认可的体系 一些奖励的体系 就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那我们后面的这些朋友 也许可能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建议 说说你们的想法 谢谢 我想补充几句 关于收集一些对价实践的这一点 我是参与了昨天的一个研讨会 主题呢 是看各种互联网这里的原则 以及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原则统一起来 统一成为一套这个原则 因为上周呢 这个在首尔的这个网络空间会议上 英国也是提出了一套这个 一套建议 当时呢 在会上 在这个发表的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也是提出 需要在这个互联网这里的原则上面 找到更广泛的一些共识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建立起一套这个模范的这个政策 所以这也是能力建设议程当中的一些内容 帮助贫穷的这个国家地区 能够帮助他们去看怎么样去思考这些问题 并且呢 最好是能够建立起一套模范的这个政策 让大家可以借鉴 我们其中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英联邦网络空间有一套这个政策框架 这是在本月在阿布甲 这个我们英联邦的这个电信政策理事会所发布的 这也是让英联邦可以通过这个框架作为一个参考 并且在本地的层面上呢 制定一些这个规范的政策 但不仅仅是限于英联邦了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框架也是可以 在其他国家地区都可以去使用 所以希望这也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例子吧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 很重要 因为我在日内网也是问过各国代表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 那么一些国家 他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企业 那么这些政府已经有些什么样的政策 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 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他们是怎么做的 所以说 我觉得说不仅仅是怎么样去找这些最佳的做法 来实施VCIS的目标 在基层方面做到 关键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框架 是一些国家在用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 需要有什么前提条件 我知道 昨晚Bob也解释了美国 他们说到 他们是有意识的在采取一些政策 那么实际上 这个是很少听到的 实际上您也是在说 可能政府是需要做一些分享 有一个有 这个有系统的一种做法来做一个分享 Petrick 我想这里来做个广告 我们这里一个项目 也是在过去半年间 Susan Chalmers 叫做IGF之友的这样一个项目 它有一个网站 它实际上收集了很多 我们在IGF的进行 过去几年讨论那些内容 包括上传了很多的视频 放在一个地方 实际上这个比较新的东西 有一些视频 但是应该说 此前从来没有这么一个集中的收集数据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机会 当然也有风险 机会呢 就是当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流程上来 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计划 多数的参与者呢 实际上还不是我们这个多方利有关者咨询小组的成员 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进展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投资呢 并不是要需要货币上的投资 更多的是一个做很多繁重的工作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能够做一些创造性的一些评论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 并且利用我们做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 包括视频也是特别重要了 也帮助这个媒体记者能够理解这些问题 归根到底呢 很多的这个政策 可能也就是有了那么几个数据 几个口号就行了 但是我们讲到收集最佳实践的时候 我也是担心我们收集了很多的东西 大家又不会用 特别如果说我们把一大堆东西扔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必须要放进去比较有用的 可能是最好的五个或者十个例子 这个互联网 比如说在农业怎么用的最好的五个例子 在这个灾后这个灾难管理方面最好的十个例子 可能有个评分表不同的一些项目做法 看大家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 有一些评估的标准可能比较好 所以不仅仅是像YouTube一样 什么都什么都有 关键是要能够有一些这个评估 像这个发展中国发达国家的 金合法组织已经做了 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广泛的一个行动 我也是碰到了这个互联网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Kander 那么他们也在帮他们在这个数字方面啊 做一些这个收集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确保在这样一页的这个信息里面 这个可以得到周知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Michael很多这些工作也正在这个汇集到一点 所以您是不是在志愿愿意帮我们做这个汇总的工作 我是一个人 但是我已经参与到很多不同的工作 微软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分析的工作 可以自动帮你做 对啊非常感谢 非常期待的看到你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我觉得这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我们不用等世界的其他地方 等待我们给一定要做出一些对价时间 或者做一些奖励 我们其实世界上已经有些方面 他们已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像谷歌啊微软啊这样的企业 他们已经在全球层面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也在帮助我们寻找这些机会 来强调最佳时间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干 承担负起责任来就行 我要提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磋商的这个流程里面呢 确实对这一块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是我们要应该去考虑到的 其中呢 包括如何 这个让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开放的标准 对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也许可能要制定一些标准 收集一些成功的故事 比如说互联网如何为人民付权 这方面肯定可以列出很多的答案 如何鼓励对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但又不会影响到互联网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本质 因为关于这个基础设施啊 还有这个基础设施 可以促成那种良性循环 包括这个VCIS这个目标的实现 和这个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发展之间 这个基础设施 大家都谈到了这个共同的主题 当然还有本地的一些内容 利益优贯者怎么样共同的配合 来开发出本地的内容 以及怎么样 这个国际社会怎么样 在这个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起到帮助的这个发展英特网的作用 我知道在私营部门方面 有越来越大的动力 在这个合作来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和VCIS的目标 和SDG也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所以我觉得包括 比如说农村地区的这个远程医疗诊断啊 我也在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谈到这个运服的这个项目 他也跟我说他们也是希望正在考虑怎么样用技术来优化这个医疗服务的提供 特别是针对偏远地区 特别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应用 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手机上都可以装 然后大家可以报告 通过短信报告这个婴儿出生的情况 因为很多国家我们知道有的这个婴儿出生都没有记录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记录很多其他的事情就做不了 包括你的这个投票啊 你是不是拿大的护照啊 这个都无从做起了 所以说我们确实谈到了 也许真的可以做一个手机的这个应用 你每一个新的手机都新的卖的出去的手机都装一个 所以说我们觉得的我们还有大概半小时可以开始做一些总结了 我们看到一些共同的主题做一些标准化的工作这个政策制定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能够分清楚各种不同的这个行动方案 跟VTIS目标的联系 还有国际机构怎么样去收集信息 以及还有签计发展目标 还有这个IGF参与到 这个项目里面包括这个收集这个情况 然后做一个评估的工作的当中去 我是一边看一边说这比较危险 不过Satrick你这个工具很好啊 用来收集这个所有的报告 Patrick 我在跟这里几位的这个听众这里交流 他们其实他们也说这个远程的参与者 好像也有一些评论我们也得看一下 对远程方面 我们远程的这个主持人是在这个摄像机的后面 所以我可能看不见你 没有 就是远程方面没有人在网上提交什么事吧 好 那看起来好像是没有 我知道我后面这群人好像特别安静 我这里说一下 在这个HF改善的这个工作主提出的一个建议 就是这种会议怎么样去总结会议的讨论那些内容 因为我们的会很 我得说的近一点 那么我再说一遍 我想起我们的一个建议呢 是怎么样从每一个会议当中记录每个会议讨论的结果 我们这个会议讨论了很多的内容 可能结论还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他们跟IGF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我们会议的主题 所以我们觉得这里提到的呢 要收集一些最佳的实践 此外呢 要为下一个会议要预先的去做好规划 怎么样去跟进 怎么样做建议 昨天呢 我们也讨论了 怎么样跟进的话 时候呢 有一个建议 那是关于网络犯罪方面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可能要组织一天两天的这个技术 会议 在这个大会之前 举行一些技术会议 让大家呢 可以有些培训 所以也许呢 这些类似这样的是 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建议 做出一些进一步的后续的工作 为下一次的会议做好规划 另外呢 马克思 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会议当中 上一个主题会议当中 也谈到 这个要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不管是这个企业 公民社会 政府 技术团体 都应该跟其他的团体去接触 他们有些人可能并不理解 这个流程的重要性 哪怕在每一个这个圈里当中 都要进一步的拓展 这个受众的一个面 不管是政府 公民社会 技术 商业 这也是我们听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 Cedric 好 Cedric 你能不能也 来说说 你现在在想的 这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呢 非常感谢 要能现在对这个讨论 做一下总结 得出结论呢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加强ICT 目前的情况 以及和2015年的这个进程 在刚开始我们那么看了一下 在2015年之后 我们后2015年 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什么 以及在以后 前年目标的实现的这个情况 和以后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也怎么样把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 结合起来 我们提到了这个水的问题 还提到了这个教育的问题等等 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些呢 其他的问题也提到过 比如说像教育呢 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远程学习的这种方式 我们怎么样能够 对此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在未来的目标当中 ICT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讨论的问题 我们需要呢 能够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怎么样在未来的 这个SDG呢 应该怎么 SDG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的 这个发展 第二个 就是关于 怎么样能够 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 这个做法的这个情况 有两类 一个呢 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好的 这个数据 第二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 来普及最好的做法 我们讨论了很多的 这个成功的例子 也很多的想法 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但是呢 还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 能够有这样一个 这个大的 这个 这个真正的人们遵守 尊重的这个权威 来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 开出 怎么样能够找到 这个优先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呢 列出一个 长长的这个 长长的这个大的单子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 促定这个信息的采集 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也提到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 非常的具体 而且要能够 对我们所曲折的进展 那进行衡量 另外还有人提到呢 钱呢 应该是用在真正的 这些目标上边 有的时候这个用了钱呢 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呢 我们非常重要的 就是以后要知道 这些数据 究竟应该怎么样 更好的采集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听到的 这些重要的几点吧 好像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来看我们怎么样 来总结我们现在 做的这些最佳做法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些这个工作呢 是跟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这个联合国的人居署呢 我知道呢 就是在做这方面 这个方面的工作 当然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会提出最佳做法 但是呢 我们需要能够 对他能够再进行 这个进一步的衡量 另外在这个方面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这些方面的 这个内容 那么IGF呢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这个方面的工作 看看呢 他们做的这些工作里面的 这个数据是怎么收集的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做 有一些呢 也是一些这个政府的想法呢 这个呢 对于一个这个国家来说呢 这个一个国家 他也有他的这个行动计划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Patrick 那么至于说最佳做法的问题 我想我们还谈到一点 那就是我们应该寻求哪些这个组织的帮助呢 以便能够传播这种最佳做法 IGF呢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么还有一些 那么还有那个其他的这个做法吗 比如说让这个宽带呢 可以让更多的社区 可以能够接受到 那么哪些这个更好的平台呢 比如说世界经济论坛 OECD 那么OECD呢 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最佳的这个好的这个做法 OECD呢 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这个标准 我们在这里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需要做的一点呢 就是需要小考虑一下 那么有哪些这个组织和机构 我们去接触他们 让他们知道呢 我们在这儿也在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呢 他们的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些讨论当中来 我觉得 ICT和英特网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可以说是在任何的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部门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 还有是这个社会方面 都是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刚才在我 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发言当中 也提到了政府的角色 要提供基础设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有很多的领导人 还没有意识到 信息究竟有多重要 基础设施有多重要 所以我建议 我们如果可以通过RGF的这个工作组 提出建议的话 我们是不是来考虑一下 这个电子领导力 那就是让领导们能够了解 英特网的这个重要性 让他们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实现目标的非常好的工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强调 在千年目标的 那么千年目标的这个实现 那么刚才呢 有人提到说 在千年目标的这个实现的 这个报告当中呢 很少提到英特网 我们是不是可以强调 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解决很多 我们面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 它也是向前迈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可以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请您发言 在千年发展目标 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政府的责任 哪怕政府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机构 和政府一样呢 也是应该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地区的 有的时候呢 是国际的一些这些机构 那么要能 他们都应该一起来确保 能够公平地进入到英特网当中 这个呢 是一个国际的问题 而不是直径 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那么它有很大的成本 那么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更是融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精确 准确 这个也是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 在不同的论坛上所提到的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声明 在做这些声明的时候 我觉得也应该提到这一点 另外在其他的一些文本当中呢 我们对于网络治理呢 也有一些定义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英特网本身也应该有个非常好的定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考虑的 只是某一个政府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而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方法 这应该是包括公民社会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利益相关者 以及社区 而不仅仅是考虑到政府 所以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我们在等这个翻译结束 然后下一个人可以发言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家 这个政策的一个一个论点 就是怎么样把所有利益相关法 带到汇聚到一起 你可以说这里我们有多少的资源 我们需要多少的资源 资源可能我们国家里有 或者说可能它的区域里有 或者这个资源只有在国际层面 还有我后面有人要发言 我是达瑞德曼 我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来自ICF 我们也跟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援助民族这个群体的在合作 我们来自25个这个援助的民族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当地居民呢 也应该是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这个接下来的IGF 应该做的讨论 他们都应该参与 在此前的IGF呢 我们也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其他的组织呢 都是很注意 让这个援助人民的这个参与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这些讨论当中 看到他们采纳了这些一些意见 所以也非常感谢 说得很好 我们这边有一些发言 谢谢 我来自南非 我就根据PATCHERK的建议 他刚才说到要参与的一些群体 那我要建议呢 我们这个多方利益 官方这个咨询群体 这个经济适用互联网的这个动作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 这个最佳的时间 它的前提条件就是 这个互联网是经济可得的 那很多国家其实还没有实现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些 一系列非常清楚的 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这个政策 在这方面去推动 经济可行的互联网 谢谢 这点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建议呢 对任何的这个 这个政策所面的一些建议 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 那我想用西班牙语发言 我是Hostel Taylor 我代表的是一个发展组织 叫做AMAC 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的工作呢 工作呢是使用IT技术 用不同类型的方法 比如说用于这个医疗领域里面 还有呢 比如说使用这个手机 不是说发短信 但是使用这个短信的系统呢 来做一些远程通信的目的 这样的话呢 也是利用ICT 就和这个农村里的人 跟城市里的用的比较像 这个在乌拉规呢 也是做过 还有我们在 我们的比如说卫生部长呢 他也有自己的计划 其他的部委 有其他们自己的部门 问题他们之间是不互相交流的 他们好像生活在不同的真空之中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呢 是要创造出一个环境 让各个部门能够在一起配合 让他们共同协力行动 不然的话 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的话 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目标的 所以关键 这个需要有一些能力的建设 这里方面有基础设施方面 这个很重要 但是用基础设施的人 也需要得到培训 需要自己的能力培训 否则的话呢 这个事不会 什么都实现不了 我们必须要让一切呢 都应该一个整合的方式 集中的方式去做 所以必须要以这个政策的计划 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规划 来去包括这个经济 社会等等各个层面 怎么样去做 这需要这个政治医院 必须要做出决策 必须要有政治家 必须要有这个商界的人 必须要有公民社会的参与 要有这个社会层面也很重要 因为只有这些共同携手 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些成果 重要的呢 是让我们能够共同的合作 确保我们不管做什么 都是各方共同合作来做出的 谢谢 说得非常好 我知道Felix可能还想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入最后的这个阶段了 Felix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发言 我想指出的是呢 我们有几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会议 这个呢要非常注意好 这个12月9号到13号以后 要做的工作 要做好知识分享能力建设的这个工作 这有两天的时间的讨论 还有一些特定国家的情况 非洲的国家 最不发达的国家 面临了一些具体的挑战 这方面呢 确实有些特别的关注 是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所以说呢 我也是建议 在这方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携手起来 共同影响到这些会议的一些议程的内容 谢谢Felix 这个非常切实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建议 物资门 你要发言是吧 谢谢 我是Ebay公司的 关于就是我们还应该让谁参与 我觉得我可以建议的就是国际这个贸易的这些机构 比如说这个世贸组织 比如他们最近也是做了一些会议关于这个数字经济 那么贸发大会也是关于数字贸易方面 也是做了很多的讨论 还有国际贸易组织 也是做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不仅仅是从数字的角度来讨论 因为互联网上当然有很多的数字 但是呢 数据 但是我们如果要收集最佳实践的话呢 其实这些贸易的组织也有自己的许多的这个最佳实践 所以我们最好能够协调一致 所以可能尽早的让他们参与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跟这个贸易的社区方面 实际上我也做很多的工作 我知道世贸组织有一个专门的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那么可能可以建议这个委员会来这个研究 这个互联网对于这个贸易的影响 以及跟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这个影响 因为我猜这个部员会目前的这个议程呢 可能还不是那么令人兴奋的吧 这么说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让他们能够注意到这个 参与到这个讨论可能是有意义的 那我也知道时间有限 还有七分钟 主席先生 或者你能不能说几句 好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过去几个月也在研究这个VSYS的流程 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流程怎么样结合起来 跟Felix说的有关的是 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如说12月9号在纽约有一个这个关于执行方面的一个实施方面的会议 这个是一些集团的共同组合起来开的这个会议 也是像在我们的工作组里面把这些工作纳入进来 也是可以听取大家的意见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时候来找我 好 谢谢 我是建议的是把我们这个会的讨论内容再传递到纽约去 好 主席先生那请您来总结吧 谢谢你 我们今天呢这个会议非常的有成效 我们今天呢也是得出了很多的重要的一些信息 我们会继续的跟进 我要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参与各方 你们的这个贡献和这个参与 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呢就此结束 请大家下午呢再回到我们这个大题来针对有关人权这个言论自由和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流动的一个专题研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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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